这不是你也没问吗 你多问一嘴我就说了呀 我可跟你说 这个女人是真的厉害 你以为她就勾了齐胖子这一个吗 齐胖子只是她池塘里养的鱼 其中的一条 她池塘里还养了好几条鱼呢 只不过齐胖子是这些鱼中最肥美的一条而已 她养了好几个小官 在小官馆 简直是花钱如流水 是出了名的大手笔的客人 下一秒齐胖子就倒在地上步行人事了 怎么躺下了 这是要以天为备 以地为炉吗 不过这个女人怎么没有躺下 不懂 她怎么还在地上抽搐呢 这是他们两个的新玩法吗 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开窍 都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 为什么就是没有一点进展 难不成 真的是做一辈子的好兄弟们 在草丛里的林墨和白晓 满头都雾水 莫莫呀 这女人好像是真的跑了 我看她鞋都跑掉了 都没有停下 所以她这是把齐胖子打劫了之后就逃了吗 他们真的是出来撕会的吗 林墨偷偷摸摸地走到了齐胖子的身边 快过来快过来 她好像是真的晕过去了 这胖子该不会是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吧 还有呼吸呢 应该只是晕过去了 反正我也没有察觉到她有什么生命危险 放你万恩负义 让你半夜出来撕毁 你那个红颜知己 现在拿着你的钱都跑了 只见林墨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黑乎乎的瓶子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带出来的 我怎么没有发现 我可不得有点现见之明吗 我们两个之中肯定得我一个人带脑子 你我就不指望了 我带这个出来 就是怕晚上我们两个有其他的皮肤露出来太明显了 到时候用这个可以遮盖住 不过我们两个没有用上 现在正好可以给这个齐胖子用上 你真是太棒了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还好你带了这个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